接著我們看第八場賽事 第八場是二班場合 路程1650米 剛剛方家拍馬房莫雷拉組合 就贏了武士精神這場 綠色有運有過關飛 4.1倍開飛過完關之後落到3倍 最後階段3.7倍 喜晉區4.9倍開飛 過完關之後都是4.9倍 最後飛飛沒甚麼動動 4.8倍 其他的馬匹方面 盛大光輝開飛是7倍 過完關之後6.2倍 最後是綠燈落到4.3倍 還有一隻都是四字頭 就是那隻沙皇者 開飛4.6倍 回過上去5.6倍 開跑得回4.9倍 第八場是二班1650米 好了 起步的時候都算出得齊 快一點點內檔 盛大光輝 集前起勢打圈 出閘果然很快 綠色有運也很快 中間有沙皇者 外檔英之星想搶過來 大外檔太陽威威 然後某群中間 黃衫白白地舞那匹 卓弱錦標都跟上前面 後一點的馬勒 勤得兼比步不太後 第七位都拍著紅衣的好鬥心 起勁區就放了埋欄 馬友冠就在尾三尾以為止 就安彩來的 暫時電口很慢腳 幸福老窩了 好 轉到對面的時候 前面盛大光輝 都預料他單騎戴到頭 看看戴多快 沙皇者 二碟第二位 貼藍第三位 綠色有運 今晚莫綠拉 幾代霸佬的好位 反而外碟那隻 就不能夠來的英之星 夾在中間卓弱錦標 然後勤得兼比 都不敢跟太后 外碟走上太陽威威 他前速不夠快 又縮程 尾三位是馬友冠 尾是安彩 暫時幸福老窩 很努力 但仍是包緊尾 上大石斜坡的時候 盛大光輝其實都放得很快 暫時帶著四分三馬位 沙皇者跟得很輕鬆 貼藍你看到綠色有運 先動手 外面英之星是虧位 中間不斷蹲 卓弱錦標 然後太陽威威 也在外碟虧位 內蕩勤得兼比 好鬥心暫時第八位 起勁區未有位 哪會騎著第九位 然後馬友冠 安彩 巴美幸福老 還未跟得到大隊 入隊最後直路 前面放快了1分13秒97 成大光輝來到這裡 頂不住 被沙皇者過了 後面綠色有運 就起勢騎 中間上來的馬 還有起勁區 還有百多馬 前面沙皇者趁著輕綁 在這裡走掉了幾百位 綠色有運 追近了一點 中間上來起勁區 這隻追得最厲害 那隻都沒有用 前面那隻都到了 最第一名沙皇者 第二名不分勝負 綠色有運 和起勁區平頭第二 第四名就很鬥心 在前面量莫雷拉 其實都可以有權 選擇起勁區 蔡航這個馬 他又贏過 其實綠色有運 哪隻好一點 原來一樣 這些起勁區老實說 我想他的能力就超過了 但你今晚這些跑道 你真的很難跑 當然了 起勁區 可以十一二檔 都可以跑得好 谷曹一 你轉大灣 又要後追 你還要縮程 最慘的 你能力超過也沒用 其實綠色有為美的兩步 都捱回來 其實都沒有 跟了前面 因為組斷快得很緊要 1分13秒97 跟了都沒有了 是的 這場就是 再將那個 谷草1650米的 場地時間又打破 正常的 這場是二班 有這條跑道以來 首次出現1分37 是的 這個數字 最厲害的都是徐宇石 先用三班的賽區 就創了個紀錄 一晚破兩次紀錄 再用二班的賽區 就賽破紀錄 一晚裡面全都做了 是的 都是他 都是他其中的馬匹 好像很厲害 那些馬匹 一晚全都做了 其實沙皇者 第一次贏了 勝罪跟得好 今天 當然他也迷面 那個視集都看見 馬匹有進步 他跟在前面 有輕綁 但是跟得好 他也要有的 是吧 你再騎下去 盛大光輝就沒有了 反而他 還可以再加速 1分13秒多 你叫盛大光輝怎麼撐 這些已經是瘋狂時速 喜進區就沒辦法了 他也是相對 他要在較後位置那裡追 雖然已經是扯散了 他就在直路那裡 是不用怎麼找位的 這裡有很多位 是吧 大沒用的 你哪場莫及 飽多步都不用 被人分一半了 是吧 停的 那隻綠色有運 剛好就 中點一下就平頭 看看平頭的照片 分斷時間 頭段27秒71 第2 23秒14 第3段23秒12 末段24秒正 總時間1分37秒97 贏了就是清脆利落 平頭第二 就是不用說話 又不用說莫雷拉選錯 又不用說益潘頓 不用說很多東西 我覺得都挺巧合的 釋除了所有疑慮 因為剛才他都騎過兩隻馬 莫雷拉 但是蔡宇漢也是這些手法 莫雷拉 用不到莫雷拉 就用潘頓 當然這隻也跟潘頓有淵源 以為蔡宇漢今晚沒有 今晚只有這隻飽島上名 其他傳譜都不見 好友的當然 就是剛才一開場說 徐宇石馬房 雖然說有些電訊系 都是差一點 但是到了這一場 沙皇者 都為馬房帶來投賣 都比較重要 因為計算 他高班的賽區比較少 如果你說今季來說 對上一批是贏二班的賽區 已經是數到蒙古王 這一隻又贏到 因為又拿到那些 二班贏得又拿到特別獎金 還有對於馬房的成績來說 也有些強心針 過往平均來計算 徐宇石一季大概都贏到 即是三十多場 四十多場頭馬的馬房 今季 今天之前是二十五場頭馬 今天贏了兩場 看看又可以 爭取多些成績 今季上半季 石哥是比較黏的 是的 都可以留意一下 平均來說 都是比較多頭馬的馬房 在季尾那裡 可不可以再追多些數 應該可以的 現在的馬這段時間 都挺小的 好了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再說 尾場的賽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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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